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加东时间 2022年11月16号星期三 这两天中国的热闹市 用四个字就可以总结 就是反复无常 河北省石家庄市在11月14号星期一 率先关闭了免费的核酸检测点 作为所谓对标对表 执行国务院那个优化防控20条的 当地措施 当地的疫情防控咨询服务热线也声称 去部分 请注意 失去部分和一些公共场所 不需要再查验72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了 如果有人需要做检测 你就去医院自费做 单检16块钱一次 混检13块4毛 这个措施被很多人称之为 石家庄打响了和病毒共存的第一枪 结果刚共存 医院外面就排起了等待核酸检测的长龙 那是因为大部分办公场所写字楼 还是要那个核酸阴性证明 你才能进去 人们还是得上班得工作嘛 可是呢检测点少了 反而排队时间更长了 市民反馈是 普遍要4个小时啊 人当然就多嘛 它结果又成了 这个群聚传播病毒的场所 而且呢干扰了人们的工作 引发了强烈的不满 还是稳定的风险 所以紧隔一天 11月15号石家庄市又恢复了免费的核酸采样点 要求每个区不少于30个 这是石家庄 另外一个焦点是广州 广东省和广州市是目前疫情感染的重灾区 11月15号 国家卫健委宣布 全国新增了确诊病例1623个 无症状感染者呢 18576个 总数加起来都飙过2万了 仅仅广州一地 11月15号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加在一起 就超过6400了 它占了相当一个比例 所以目前全国的各大城市当中 广州的风控手段是最严厉的 冲突也是最激烈的 有网络上传出来的视频显示 广州市海珠区爆发了相当激烈的居民自行解封事件 可以说是这三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 最为激烈的尺度最大的拆墙冲塔事件 也有视频显示 广州调派了大批警力 前往抗疫比较激烈的地区弹压 那个国务院20条优化防疫措施里面 有一条说的是 今后不再按行政区域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了 可是广州从11月16号起 天河、花都、白云、攀渝这几个区 又要开始应检尽检的全员核酸检测了 把国务院的这优化手段又给推翻了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反复 从中央层面来讲 11月14号人民日报发了那篇文章 署名众阴的评论员文章 标题叫做坚定不移的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这篇文章里面一次没有提动态清零 让不少人燃起了希望 在想是不是习近平他那个目标要改一改了 这麦子不再扛下去了 结果第二天就是当头一盆冷水浇下来 又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众阴的评论员文章 标题就是坚定不移的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你就看这个标题就行了 内容就不用看了 所以人民日报其实是把习近平那三句坚定不移 一个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坚定不移的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的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坚定不移的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每一句做了一篇主题作文 所以截止到目前我觉得 可以谈一谈对本轮所谓优化防疫 发展趋势的分析了 也就是优化其实就是增加混乱 因为目标相互矛盾没有连贯一致的标准 那么像石家庄市和广州这样的反复折腾 在很多地方就很难避免上演了 如果再大胆一点的预言 就是优化防疫和三个坚定不移同时发布 也就等于宣布了中国进入动乱的节奏了 中共这种既要又要式的口号 其实由来已久 它其实是自上而下推卸责任的政治话术 领导层是把矛盾的目标都说到 它就算算无一策 要有了问题算谁的呢 就全都算执行不利的 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到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无一不是这种分裂式的口号 在制造精神分裂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八个字是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所提写的校训 这八个字你仔细一想就不对劲了 全都是自相矛盾的 团结了你就应该放松 对吧 团结了就不应该紧张 那怎么样既团结又紧张呢 严肃了你肯定就板着 你就没法活泼 这个讲冷笑话 是得板着脸说那些搞笑的段子 但是讲冷笑话 人家是活泼 也不是严肃好吧 所以要求你既团结又紧张 既严肃又活泼 那做不到嘛 那肯定就精神分裂了 咱们说这社会上大面积的人群 有一定的精神病态是可能的 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但是大面积的人群出现了临床定义的精神病 那就玩完了 这个社会就崩溃了 毛主席再伟大再有本事 他能领导一群疯子嘛 所以肯定是不能出现这个状况的 那怎么办呢 你就得去体会这个既要又要背后的意图了 既团结又紧张 那请问是什么样的团结呢 那当然不是你们哥俩好 志同道合结成小团伙 自由结社这种方式的团结 得是在忠于毛主席这个原则下的团结 同时呢得让你们彼此之间相互监督揭发 彼此对领袖有什么不忠的言行 得制造这么个紧张 那所谓团结紧张 请问是要团结还是要紧张呢 因为维持权力 得需要制造恐惧 所以出发点是紧张 你越紧张 毛主席才越放松呢 你越紧张 越互相监督揭发 毛主席才越安全 所以大伙都紧张了 没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 齐刷刷的一安静 你看表面上不就达成团结了吗 就这样既团结又紧张 就实现了对立统一 但是团结是假 紧张是真 那么请问严肃和活泼又如何达成对立统一呢 你一活泼一撒花 你就跑到经验常识科学那条路上去了 或者你很思绪飞扬 想象力很发达 那就很容易偏离了领袖给你指明的道路吗 所以严肃活泼 出发点是严肃 但是你也可以活泼 你怎么活泼呢 你可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炼钢铁 毁临烧山撒着花儿的折腾 这么个活泼 毛主席一看欣慰的笑了 你果然很活泼呀 还有呢 你可以把专家队伍里面资产阶级底色比较重的人 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把学术研讨会开成批斗会 斗得个不亦乐乎 相当活泼 毛主席一看也很欣慰呀 你真是很活泼 活学活用最高只是开创了新局面 所以你这么看 严肃和活泼不就实现了对立统一吗 所以呢 如何处理这种相互矛盾的目标 就是要你实时领会一点 就是你处处事事都要琢磨 怎么体现出对领袖的服从 主动去证明领袖是对的 那你就能把这个对立统一贯彻好 你就不会真的精神分裂 只有少部分特别轴的人 才会因此成为医学定义上的精神分裂症 但是要知道 人类的逻辑这个东西吧 它其实是个很硬核的东西 自相矛盾 它就是荒谬 你硬把它洗白成为对立统一 一个什么了不得的智慧 可是体现为行动 它还是荒谬嘛 它还是会制造混乱和损失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它体现在行动上 就是持续的整肃抓特务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体现在行动上 那就是土法炼钢和亩产万金 你现在这三个坚定不移 同时还得优化防疫 结果会什么样呢 虽然现在刚刚开始 我们还没有办法 完整的预测细节 但是它不前两者的后尘 也是高度确定的 就是达成清零的目标 同时官员们还要编出很多优化的花火 把成本转移给民众嘛 值得关注的趋势之一 就是把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停了 但是改成被自愿的收费检测 郑州某检测点就别出心裁 推出了核酸VIP卡 年费320元 内涵20次加级核酸服务 但是加级服务仅限于 企业级的VIP客户 并不单售 那这个经验要推广开来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以团购群购的名义 实现人群覆盖 只要这个团和群的个数 多到一定程度 和这个全员核酸检测 差别也不大了 可是呢 大家又是名义上自愿的 这样不全员也全员了 如此一来呢 就既坚持了这个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又所谓的优化了防疫 既要又要又对立统一了 而且呢一张卡 有效期两年 意味着两年之内还得折腾下去 另外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山东省和其他一些地方 放松了那个48小时之内的 核酸查验的要求 但是你仔细看 它是把出发地核酸检测 改成了落地检测 外省来山东的人员 还有山东本地人 从外省返乡的 是五天三检 那么哪怕是从低风险省份 来山东的也如此对待 所以这个核酸检测 要求是变少了 还是变多变频繁了呢 这个得从结果来看 依石家庄和广州的经验 如果感染人数要上来 那么放松的手段还得再加回去呢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口号你听起来相当美好啊 但是请问结果是民众更加贫穷 还是更加富裕了呢 优化防疫听起来也很美好 但是结果是更优化 还是老百姓更麻烦了呢 这都得从事实结果来看 现在是刚刚开了个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欢迎大家把您那里经历的情况 反馈给我 但是我这里 预先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 因为中共有一个特点是 只要领袖继续英明 继续在位 政策的每一次反复 都意味着作为老百姓的你 处境会大大恶化一步 他反复一次 你这就多遭一回罪 为什么呢 因为当有人喊出 老百姓有困难呢 我们这个工作有难度啊 需要纠正错误 结果这些人被清洗掉以后 那剩下的官员们 就必须表现出 比出现争议之前 更加激进 更加忠诚 他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嘛 当彭德怀喊出 要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又被打倒之后 大跃进是进入了最高潮 饿死人也达到了最高潮 当刘少奇和邓小平 出来纠正大跃进之后呢 毛泽东隐忍了四年 终于迎来了一个 稀丝的复仇 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刘少奇 邓小平 他们全都整倒了 这一乱呢 就乱了十年 比大跃进乱的还彻底 直到毛泽东死去为止 但是这一次乱啊 我倒不认为是十年文革的原样重演 因为十年文革的动乱 是自上而下操纵的乱 毛泽东所看到的那个乱的图景 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老百姓看到的是被批斗 被游街 毛泽东看到的是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 这个乱呢 是斗倒了他的对手 他独揽大权 形势大好 而这次民众呢 还不完全是这个状态 习近平所面临的情况是 天下大乱 形势也会大坏 目前我尤其注意几个大城市啊 首先是四个一线大城市 北上广深 然后是郑州 长沙 西安 这样近期矛盾 比较突出的二线城市 一线大城市特别需要关注 是因为他们房价最高 生活成本也最高 所以房奴人数众多 而且负担很重 这些所谓的城市中产阶级 有产阶级 虽然生活光鲜 在疫情之前 又是晒美食 又是晒育儿的 岁月静好 但实际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很弱 只要一失去工作 或者大幅度减薪 马上就破房 那个房贷就还不上了 就跌入贫困线 所以他们要生存 要工作 要恢复正常的 这个呼声是最迫切的 当然一旦一线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冲塔事件 这种不服从事件 影响也会最大 对全局的瘫痪作用也会最强 首先需要关心他们 眼下就是需要特别关注广州了 再来就是像郑州这样的城市 郑州这地方 撇开疫情不说 问题就有一大堆了 村镇银行的暴雷发生在河南 很多受害者在郑州 而且全国的受害者也都去郑州讨说法 还有郑州在建楼盘当中有20%烂尾或者停工 烂尾房郑州不完全统计有2.5万套 烂尾情况很严重的 还有长沙2.8万套 它在全国排第1 西安排第3 像郑州和西安同时又是人口千万规模以上的大城市 防疫期间也是不停的折腾下重手 所以容易出现矛盾叠加 变声不测 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必须还是得看到一个现实 就是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 已经远非毛时代可比了 想要操纵 控制每一个矛盾产生的节点 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尽管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手段 其实还是很难做到 现在的人们经过过去那一段经济高速成长期 有一定的积蓄 有所得 它不是一穷二白了 它一旦失去痛感也会更强 眼下说 从年底到春节这段时间 就会迎来一波大城市里的裁员高峰期 因为公司得把裁员省下来的钱 给他们认为更加有价值的员工去发奖金 同时冬天还是疫情传播的高峰期 很多分控的严格手段又会加回来 所以大城市的上班族眼见着 就要经受几波冲击了 这是高度可以预见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从年底到2023年春节这段时间 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压力测试期 会有很大的动荡的风险 还有一个因素特别得提到 就是中共政府的效率和它的工作质量 在当下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个显著下降 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二十大之后首度出现了一个现象 党的中央机构和中央政府这两套班子 几乎脱节了 现任的国务院总理和第一副总理 现任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 从今年10月23号起 全都是普通党员了 只有胡春华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七位在任的政治局常委 目前无一担任政府职务的 而在关键的经济干部的岗位上呢 也是同样的情况 副总理刘鹤铁定要退休了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还有财政部部长刘坤、央行行长易刚 通通都不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单里面 也不在候补委员名单当中 意味着他们也要退休 也就是这些经验还算丰富 还算比较务实的经济官僚都要退下来了 谁接替他们呢 现在说不清 在这样一个处处都需要灭火的时候 高层官僚大换血 那当然就会给政策的连续性带来很大的问题 一段时间之内 它的反应效率和政府施政的质量都会下降 这是难免的 这也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会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 说了这么多负面的展望 接下来应一些网友的要求 咱们也得说点正面的 什么正面的呢 就是一尊这两年的反复折腾 特别最近还在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呢 得坚持这个总方针 得继续扛麦子 从而就治好了无数海外华人的精神内耗 真的比二舅还管用啊 海外华人最闹心的事儿 也就是老和国内的同学朋友们做对比 反复去计算自己的机会成本 没事老琢磨我出国是否正确呢 我在国内会不会发展的更好呢 特别是某位不如我的大学同学最近还发财了升官了 我却出国打了Labor工 干了一段时间的体力工 职业道路还走回来了 我到底是不是值得呢 没事就老琢磨这事儿 那现在呢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应该这种内耗的人就相当少了 这个绝大多数海外华人朋友内心都平静了 都愉悦了 都觉得走移民和留学这条路是英明无比的 是此生不悔润滑下来世不生种花家呀 虽然说疫情这几年回国探亲变得是更困难了 但是呢坚定认为自己出国这条路是正确的 我相信这个比例的海外华人是大大增加了 所以我建议海外华人同胞们应该联合给中南海送上一面锦旗 上述五个字 感谢习二旧 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我们来聊美国的中期选举 经过了漫长不可思议的计票 终于昨天基本结果明朗了 共和党稳赢众议院 民主党似乎以微弱的优势保持住了参议院 那目前美国似乎也进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静默期 本来呢现在应该是大小媒体各种意见领袖们 激烈讨论的时候 为什么共和党的这个红朝没有来 为什么共和党虽胜尤败 民主党虽败尤胜 但是我搜了一圈啊 这个讨论呢比应该的还是少很多的 总的来说还是相当沉默的 显然大媒体是不愿意去深究这个话题 去把这个人们头脑中的疑问激活 把疑问炒热的 所以美国也很古怪的进入了某种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川普呢刚刚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 但是他的女儿同时宣布不从政 看来这个事情在川普家庭内部 也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呢明天我在会员网站上 就想来聊一下对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的观察 要注意的一些接下来发展的苗头 还有呢就是我忧多于喜 对民主灯塔美国的一些 不那么正能量的看法 那有些话题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呢 也不太适合讲啊 很容易就被严肃活泼掉了 所以呢就放在会员网站 在文昭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 谢谢大家